大家好,我們是公視我們的島節目這邊 我們想要做一個提案 對不起,我對這個系統不是那麼的熟悉 我們是公視環境生態的議題系的節目 從97年開播到現在已經20年了 我們這20年來已經製作過了950多集 有2000多個專題 也記錄到了許多的地方議題 我們就想要把這些的 這是我們的網址在上面 我們的節目網址在這邊 然後我們就想要把這些資料 因為我們每個專題裡面都有分析出 分類字的關鍵字出來 這個綠色的就是我們的關鍵字 那我們想說把我們的環境議題 關鍵字分出來之後 可以做一些的分析 看看是不是能夠透過這些資料庫 得到一些更有幫助日後報導 了解這個公眾議題的事情 例如說我們想從這20年資料庫知道說 什麼縣市它發生了什麼事情最多 再去分析說這個地方 它可能因為有根源性的問題 或是怎麼樣 或者是哪些地方 哪些議題過去來說 可能在媒體上面比較少被關注到的 是不是這個地方 長期來都被忽視掉 我是舉例例如像這樣 例如說我們可能分成說 我們的關鍵字有土地徵收 文化資產 空屋還有開入這些事情 那也許在清竹縣 可能土地徵收有很多 我們就可以對照說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 來講說它是不是缺錢 所以它土地徵收很多之類的 那文化事件也許像說 這邊是什麼 文化事件 對不起 桃園 例如說桃園它可能文化資產 很多居民出來抗爭 我們報導過很多這樣的事情 是不是當地對於文化資產的劃設 就會比較少 讓部分我們可以有一些的 對照地方政府的資料庫去做對比 來看這件事 所以我們需要 其實這 KING工作好像不是我們需要的 那我們需要長長找的是 資料工程師 還有前端工程師 還有設計師 還有可以把我們這些的數據 資料圖像化的朋友 那之後可以把它再分析出來 在我們的官網上去讓大家知道件事 那另外還想做一個案子是說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興趣玩的是 我們想要上傳我們手邊在不同年代的照片 那可以結合手機的另外幾種 例如說你到了 好 例如說你到了盧山之後 盧山我們有直線各種不同年代的照片 會上傳上去 那你到這個點 它會突然自己就會跑出訊息說 你現在到了盧山 你要不要上傳這個地方的照片 然後累積了可能五年十年之後 我們就可以看到這個地貌的變遷 那這個部分它可能需要手機的 所以它就要有iOS的工程師 還有Android的工程師 那其他其實我們人都很缺 所以大家可以一起來討論 看看可不可以玩一些事情 那樣子 謝謝